美国东部受到飓风桑底垂袭一周之后 当局加紧灾后重建 但是在纽约 油荒加上温度骤降 是将进一步影响灾民生活 当局估计可能需要有3至4万民众要找棋生之所 在新泽西州的油站外出现排队长龙 民众轮流为汽车打油 纽约市在风灾过后面临油荒 加上全市约70万户家庭和商户仍然断地 近日温度又骤降至设施1到4度 民众生活雪上加霜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会见记者时表示 在平淀地区开放庇护中心 并向民众分发毛毯 纽约州长科莫正呼吁民众减少驾车外出 目前当局加紧运输燃油倒栽 区域空军运输机也运载维修汽车 仪器和普及物资到达纽约和新泽西州 大约八成的纽约市地铁已经恢复 但部分出口仍然封锁 黄河区一处海滨地段在商敌催袭期间 发生气体爆炸引发大火 多个民宅被烧毁 居民回到火灾现场查看预所损毁的情况 在瓦砾中解惠个人物品 有民众表示难以想象往后的情况 但相信整个社区会团结起来重回正轨 消防部人员表示 现阶段集中协助当地人重建生活 包括清理积水和砍掉挡车道路都有数目的 另外虽然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取消了纽约马拉松赛事 但4号仍然有大批参赛者之发的奇迹在中央公园开炮 把赛事转化为慈善意炮 为詹明和其他慈善团体 凤凤华卫视综合报道